动物界有哪些特殊的迁徙方式?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下十种动物的大迁徙, 你觉得哪种是最壮观的? 第十名,圣诞岛红蟹。 生活在澳大利亚圣诞岛的红蟹们, 在每年的十月底里, 热带雨林的大雨来临时候, 它们便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, 这是它们生命中最重要时刻。 为了繁衍生气, 红蟹们离开了丛林中舒适的洞穴, 经过长途跋涉, 迁徙到海边进行产卵。 据估计,圣诞岛上大约有四千多万只红蟹, 在它们迁徙高峰时期, 岛上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红蟹, 有时候甚至把公路都淹没成一片红色, 据说在万米高空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 第九名,火烈鸟。 火烈鸟群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群, 它们特别喜欢生活在一起, 正常一个群体有成千上万只, 最多时候可能达到十几万只。 火烈鸟的叫声比较大, 每当一只鸟发出叫声, 其余鸟也会跟着一起鸣叫, 它们个个都仰着脖子隐天长啸, 远远望去, 看起来十分壮观。 火烈鸟并不是严格的候鸟, 它们只有在食物短区或者环境突变的时候迁徙, 它们的迁徙一般都发生在晚上。 迁徙中的火烈鸟, 以每小时五十至六十公里的速度飞行, 一夜过后就可以飞过六百公里距离。 第八名, 帝王蝶, 要说起在空中最美丽的迁徙, 莫过于每年在美国, 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飞翔着的近千万只帝王蝶了。 这些风度翩翩的美丽蝴蝶, 每年都要上演一次颇为壮观的长途大迁徙, 连科学家都惊叹。 这些不足六克重的帝王蝶, 竟能像鸟类一样, 长途迁徙超过五千公里, 让人觉得更不可思议的是, 帝王蝶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一代完成, 而是由三至五代用生命接力的方式来完成。 三月份从墨西哥出发的是第一代, 抵达美国德克萨斯后开始繁育后代, 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代则一边生育一边飞行, 整个北迁过程总计耗时约六个月, 而在南迁的时候则大为不同, 这一代帝王蝶会在两个月内一股作气, 直接飞到墨西哥, 过过冬季后, 蓝岩再次进行一场迁徙。 第七名, 坐头鲸, 坐头鲸一直保持着哺乳动物中迁徙距离最长的记录, 每到夏季来临之际, 都会有几万头坐头鲸开始漫长的迁徙之旅, 他们会游到高纬度的南极去避暑, 等到了冬天, 他们又会从寒冷的海域返回到温暖的海域避寒, 如此一个来回, 游程可达九千公里, 在迁徙过程中, 场面声势浩大, 如同一座座会移动的小岛迎面而来, 非常的美丽壮观。 第六名, 沙丘鹤, 在每年三月的春天, 就会有数百万之多的沙丘鹤, 会经过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, 其中有超过五十万只沙丘鹤, 会在普拉特河谷停留, 他们会在此处停留歇息, 补充能量, 之后就会飞到加拿大北, 阿拉斯加, 甚至更为遥远的西国利亚, 他们会在这些地方进行繁衍后代, 并在冬天来临之前, 会再次返回出发地, 第五名, 红大马哈鱼, 一般的马哈鱼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里, 只有在繁殖季节才会回到淡水中缠乱, 而红大马哈鱼回游距离比其他种类要长得多, 大约有1600千米, 这么远距离着实令人惊叹, 他们成群结队地穿越大海, 越过瀑布, 历时数月才能来到他们的缠暖之地, 然而这一路并不安全, 在回游的路途中会遇到各种困难, 他们会遇到激流, 瀑布等危险, 还有饥饿难耐的宗雄在必经之地等待着他们, 但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拦住他们, 他们会一直勇往直前, 直至到达他们的家乡, 他们抵达目的地后, 会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进行产卵, 之后会在水中慢慢死去, 为幼崽的发育提供充足的养量, 而小大马哈鱼长大后, 也会顺着河流游向大海, 并在成年后重返故乡, 第四名, 灰护, 灰护被誉为鸟类中的迁徙之王, 他们在一天内就可以飞行超过998公里, 他们能在200天里迁徙6.4万公里, 相当于绕地球飞行一圈半, 这种不起眼的小鸟, 是目前记录的最长迁徙距离的动物, 灰护是一种灰黑色的小型海鸟, 他们夏季在新西兰等南太平洋海岸繁减, 而到了冬季则会长途跋涉, 飞往凉爽的北太平洋过冬, 恢复一生有90%的时间都是在海上飞行, 在太平洋水面上按照八字形的路线飞行, 第三名, 驯鹿, 驯鹿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长达数百公里的大迁徙, 他们逢山过山, 遇水涉水, 勇往直前, 前仆后继, 平常他们的队伍总是竟然有序, 慢慢前行, 但是当遭遇狼群或者猎人追捕的时候, 就会乱作一团, 一阵猛跑, 展开一场生命的角逐, 因此, 也有人把驯鹿的迁移叫做胜利大逃亡, 迁徙途中也会有许多小鹿出生, 不过他们出生两三天后就可以跑得飞快, 这一切都是生存所逼迫, 第二名, 地企鹅, 地企鹅的迁徙场面非常壮观, 它们是南极最著名的迁徙动物, 这些美丽的地企鹅已经完全适应了极端环境, 即使如此寒冷, 它们也可以在此繁衍后代, 当每年到了交配季节, 它们就会回到出生地进行产卵孵化, 虽然它们迁徙的距离似乎比较短, 但是它们的迁徙旅途却充满着艰难险阻, 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, 也可能地企鹅已经习惯了栖息地的恶劣环境, 所以它们并不认为有什么威胁, 第一名, 脚马, 脚马迁徙是所有动物迁徙里最残酷的, 每次迁徙都会有大约25万只脚马死去, 为了生存下去, 它们进行长途大迁徙, 穿过肯尼亚马赛马拉地区的边界线, 前往塞隆盖地西部水草丰美的平原和林地, 在迁徙路途中, 它们只能吃到很少的食物和水, 在它们已经消耗大量体力之后, 还需要渡过一条最危险的马拉河, 而马拉河也是它们行径途中最大的障碍, 这里潜藏着积长入路的鳄鱼, 不过为了能抵达水草丰盛的绿色牧场, 它们就必须渡过这条水流湍急的河流, 虽然它们每次迁徙都损失惨重, 但是它们还是可以很快恢复过来, 甚至比之前更为强大。